回来 我只要发达了 我跟你说 你什么活都不用再干了 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 想跳广场舞跳广场舞 那种好日从会过不了 真要我闲着呀 我还得生病呢 不过 这眼看着孩子们就要开学了 可几个孩子的学费 都还没找罗呢 要不然 我带着小二先回老家吧 不合适吧 不 自从小二知道了咱俩这事之后 看着我都耿着脖子走路 可不是吗 这孩子打脚就逃 我每天也是提心吊胆的 就害怕她在老太太面前说漏嘴 那我跟你说 越是这样 那越不能让她回老家 那她心里更不平衡了 那 这样吧 这事你就甭管了 我去找个学校 让小二在北京上学 实在不行 我去问秦岚 怎么了 没事 是 舒服 舒服啊 嗯 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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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し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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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金满堂在家吗 你是谁啊 小二 没理由 在的在的啊 我给你叫啊 满堂 金大哥 有人找 来了 哪位啊 满堂 听懂 您怎么来了 怎么不欢迎啊 哪儿的话 欢迎欢迎 我今天特意来看看老太太的 啊 你说你来就来吧 你还带这么多东西 你这 那还不是能带的 对了 惠莲啊 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秦岚秦总 哦 你好秦总 你好 站着干嘛呀 让客人进屋啊 对对对 不理解了不理解了 给你们刷点水去啊 好嘞 这里有支撑吗 我们家 保姆 嗯 里面去 哎呀 阿姨 阿姨 您不记得我了 我是秦岚 秦岚 哪个秦岚呢 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 小时候 我经常到你们家来玩的 我和婉玉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 你们家婉玉多好呀 那么聪明 考上了精大 你看我 就没那么好的出息了 我想起来了 对对 你小时候又黑又瘦啊 对对对 是吗 是 你看越上岁数越漂亮了 哪儿有啊 瞧您说的 你要不说呀 打死我我也认不出来 是吗 阿姨 您这些年可真的没有变化呀 还那么光彩照人呢 我老了 都快成古董了 哪儿有啊 对了 您看 我在国外给您带了点护养品 提高免疫力的 对您身体特别好 你说你孩子 是的了 您来看看我老太婆呀 我已经很高兴了 就花这么多钱干嘛 我跟婉玉情如姐妹 孝敬您 那还不是应该的 您就收着吧 那就谢谢您了 不客气 哎呦 挺难的 孩子多大了 我没孩子 到现在 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呢 妈 人家也是一直忙事业 秦岚现在是秦总 是大老板 是吗 别听说什么大老板 人心也太大了 不能光考虑着自己的事业 家庭更重要 你现在还年轻啊 不觉得 到了我这个年龄 你就知道身边没个人多孤单 秦岳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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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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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阿姨给你带礼物了 化妆品 我还有礼物呀 太好了 谢谢您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肯定可喜欢 阿姨 你定呢 我也给她带了份礼物 我 我们家宝儿她 她内向可能一般人多了 就不爱往外出 你去叫一下宝儿去 行 那你在这儿坐着等着 我去叫她啊 好好好 秦岳 跟她妈打个电话 就说秦岳阿姨回来了 南太 您看我妈最近工作那么忙 我估计她现在忙工作的 您现在跟她打电话 是不是有点影响她呀 是不是 爸 不是忙 主要这时差这点 估计睡着呢吧 阿姨你别哭啊 那你别哭 那你别哭 奶奶别哭 我们打 行 我打了打了 那让宝儿赶紧打开 你等着啊 您别哭别哭 让你去打去了啊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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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你在这儿 对我干嘛呀 我问你了 那你的谁呀 那不是咱妈之前的闺蜜吗 从香港刚回来 都怪她 怪什么怪不怪的 咱俩赶快准备些 对对对对 阿姨您别哭了 您这么哭会伤身体的 马上 宝儿马上就给您打电话了啊 宝儿 妈呢 来了 赶紧的 奶奶 我妈的电话 丸玉 妈 妈想你 妈 我也特别想您 丸玉 我 您 您别哭呀 您 您这么一哭 我就更难受了 我这儿一切都挺好的 您就放心吧 听说那个秦岚在咱们家呢 您让他接电话行吗 我跟他说两句 好 好 他就跟你说话 你给我 你跟我说话呢 叔叔 叔叔 我说话呢 喂 婉月啊 你看 这次回来也没见上你啊 你挺好的吧 我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 你把阿姨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你就经常给家里打个电话 阿姨挺惦记你的 你忙啊 好好好 那 那你先忙吧 回头咱们再联络 再见 阿姨 她忙就先挂了 因为她总是忙 这是 好 这跟她妈妈长得真像啊 还是更像我吧 真好 都像 急取我们俩人优点 对了 这是给你带的礼物 快拿着 拿着 谢谢阿姨 不谢不谢 行了阿姨 这会儿你就放心了 嗯 唉 这关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本上神难道是来凡间历劫子吗 不行 确保万无一失 我得过去跟进一下 嗯 别哭了啊 奶奶 跟我妈打完电话了 打完你就别哭了啊 阿姨 您要是不嫌弃我 以后我就是您的亲闺女 您就是我的亲妈 闺女 我的好孩子 我又多了一个闺女 奶奶 您多了一个闺女 不就等于是我 多了一个干妈吗 秦拉阿姨 以后您就当我的干妈了 唉呦 那太好了 唉呦 我今儿可是捡了一个 这么漂亮的闺女 唉呦我真是 反正是我 我这辈子可能也没孩子了 这一下子 也弥补了我的遗憾 秦拉那个什么 你迷糊得想好吧 这鸭子现在看上好 你接触长了就知道了 炸着糊炸着糊 你倒是别烦了就行 我进来第一面的时候我就喜欢 这叫活不可爱 活不可爱 好啊 女儿都叫干妈啦 快叫干妈 好啊 阿 阿姨 离开 我 我先回去了 对对对 咱妈给你咱礼物哪 是 好啊 谢谢阿姨 她的脸皮薄可怜 对对她看出来了 我跟我爸一人给您做了一件旗袍 这要是别人啊 压根就没有这种待遇 真的啊 而且我先不跟您说哪件是我爸设计的 哪件是我设计的 您自己先挑 行吗 我现在给您拿去啊 哎呦 我可真是受丑落惊了 你对我那么仗义 那我还不得拿出点看家本领来 真是 妈 嗯 有事吗 那你的是谁啊 那是你金叔的朋友 怎么了 嗯 没错 没事 不用去吧 嗯 干妈 您可不知道 在香港啊 像满堂这样的设计师 要是设计一套私人定制的服装 得三五万呢 那么多 可恶嘛 咱们家不用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满堂 送 我压根也没打算要钱 哈哈哈哈 阿姨 我敢说啊 在全香港 都找不到像满堂这么好的设计师 哈哈哈哈 嗯 是 我们满堂 他属于是没设的 对 哈哈 我还是喜欢他给我设计的东西 嗯 嗯 笨笨笨笨的 哈哈哈哈 嗯 满堂 嗯 我这次来 是想请你出山的 请我 嗯 我 我就是一小裁缝 你就别当我逗咳嗽了 怎么是逗咳嗽呢 我们公司现在在国内在开展业务 就缺你这样的人才 呦 那不行不行 我们家满堂走了 我们家店怎么办啊 哎呦 喂 奶奶 就咱家店经营了那惨淡的那样 还有积蓄下去的必要吗 初遇啊 怎么说什么呢 奶奶 您说您也不能影响了我爸施展才华 不是吗 干嘛 那个 您的公司是做什么呀 嗯 我们公司是做房地产的 呦 房地产 嗯 那还挺好的 不过我爸爸 他好像只懂剪刀 不懂房地产吧 那你就别傻叨叨了 哪儿都有你 你赶紧说正事 来 来 您选一个吧 这两件都好看呀 您看看妈 是不是 您 您 您就说您最喜欢哪件 您可以 您可以感觉一下都行 您可以感觉一下 对 您 您觉得这件也不错 这件也不错 快点 我更喜欢这件 真的 赶快能 赶紧没有 真好 真的是你设计的 太棒了 太棒了 金言设计得真好啊 我爸爸 他是 说我这个设计得太前了 还是您有眼光 我终于找到这伯乐了 我真没想到啊 你说金言长得漂亮 还这么有才华 以后啊 一定超越你爸 爸 您快听听嘛 这可不是我自己说的 先别急着骄傲 这旗袍讲究的是工艺 您可千万别把咱们 百年的牌子给砸了 奶奶您就放心吧 我的这个设计灵感 再加上我爸的这个手艺 绝对让我干妈 回头率百分百的 干妈 这下好了 你们这百年老店 可是后继有人了 掌柜的 要我说吧 您干脆就把这店 踏踏实实交给我 您就跟我干妈 大胆地做事业去 我看行啊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我还不了解他呀 三天打鱼两天赛网的 干什么事啊 都不太有偿性的 对对 奶奶 那是因为 你们没有把店 真正地交给我 是不是 你要如果放心地 交给我了呢 我保证 不出三个月 绝对可以让这个业绩 至少翻两份 你是出业吧 您不现是不是啊 我跟您说 要不然您就试试 先把店交给我三个月 我要是完不成任务 我自己就引就辞职 还不行吗 干妈支持你 回头啊 我就把我那些好姐妹啊 给介绍给你 让她们一人做一件 她们特有钱 真的太好了 干妈您放心 我肯定不会给您丢面的 我相信你 张贵的 您还不赶快表个态 来 满达 这个 你这么着 你容我再琢磨琢磨 行 那你就再琢磨琢磨 干妈 我还有事 我就先回公司了 我过几天再来看您 你别着急 吃完饭再走吧 不吃了 下一回的 我走了 我送送您 不用不用不用 您快坐您快坐 让满达和静元送我就行了 好 常来啊 好嘞 我走了 好 跟妈再见啊 是不是静元打的 您怎么知道的呀 我猜的呀 我想也没别人了 我是打了那个网络电话 还用了那个声音处理软件 是没办法的办 是啊 哎 满达 刚才我跟你说的事 你认真地考虑考虑啊 放心 我肯定会认真考虑的 哎呀 我就是担心我这 连大学都没上过 到你那儿是不给你丢人现眼吗 哎呀你不用担心这个 哎呦 回掌柜了 这么好一机会摆在面前 您还在这纠结什么呢 真的是 没事没事 这事也没那么急 回头让你爸去我那儿视察视察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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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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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察谈不上 听起来 你哪天有空我去学习学习 我 我让我也开开眼 怎么都行 那我先走了 好 我坐一下车 不用不用 你们都留步吧 车就在那儿口 走了 啊 想让我娶她那儿上班也是 你怎么看 我什么怎么看呀 只要你定了就行 可是你看 白天老太太 跟我说那些话 那态度 这明显的 是吧 你又该怎么招呢 既然你问我了 那我就说两句 我是觉得吧 人家那么大个公司 是不是真的需要 你这个裁缝啊 你去那儿做什么呀 我会有这方面疑问 但是任秦岚看着我的人品 再说去做销售 还是北京地区的总贷 卖旗袍也是卖卖楼 我不是也是卖吗 万一我在别的领域 还能闯出一番天地来 也不是件坏事是吧 那倒是 其实你要想去试一下 我是支持你的 真的 我支持你 你觉得我行吗 行啊 为什么不行啊 那 哪方面都行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我 我什么意思 你还不清楚 不清楚 我现在把窗帘拉上 行吗 我把窗帘拉上 满堂 一会儿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买回来 包 包子 行 那你再睡会儿吧 慧琳啊 慧琳 何愧 何愧 何愧呀 慧琳 慧琳 你去哪儿去呢 蓝桃 那个 慧琳去买包子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 我知道了 吓死我了 我走了啊 满汤了啊 满汤 满 满 满汤啊 那个 我还得嘱咐你两句 咱家那百男老店吧 不能没有你 你干什么事之前呢 得三次而后行 慎重点 啊 啊 你听见没有啊 听见了吗 嗯 上睡就再睡会儿吧 哎 哎呀 这哪儿是去买包子啊 这去现做包子也该回来了 都想饿死我呀就是 哎呀 你哥哥也都不听话 出来了 走了 哎呀 你还笑不出来了 你还笑不出来了 太刺激了 我吃环浑馅馅的 哎呀 你还是吃环浑馅来吧 你还是吃环浑馅来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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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别说 雨儿设计的还真是不错呢 我吃环浑馅 你还别说 那得看是谁做的 哎 哎 您就别抢工了 这军工章是有您一半还不行吗 嘿 一半 那可不值 这这 回脸 拿出来 穿上试试 我 我可穿不了这么好的衣服 不行 我跟你说 你那身材跟 特好看 你穿上让我看看 又不是我的衣服 我不穿 你看看 这想欣赏一下 还不给机会 嘿嘿嘿 说曹曹曹就到了 哎 秦总 刚想给你打电话呢 哈哈哈哈 做好了 啊 您什么时候有空 到店里来试一下 啊 啊 啊 对对对对对 您 您是大忙人 嗯 没关系 我亲自给您送过去 哎呀 这都不是事 应该的应该的 您就说您什么时候有空吧 啊 好嘞 一会儿见 你真的要亲自送过去啊 哎呦 人家那是大金竹 那该送就得送啊 爸 带身我 我也想进去啊 那哪儿都有你 你说你去算干嘛地啊 这可是我的作品啊 您就想去那个邀功请赏 就非得让我在这儿当那幕后英雄啊 你这这这 天儿 不要有一点点小成绩 就膨胀得不得了 啊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哎 是 是在店里头 好好沉添一下 走了 哎 啊 至于这么着急吗 包也不大啊 哎呦 你看看 嘿嘿嘿 还是你想的周到 哎呀 嘿 别说 我这心里 还有点小紧张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这儿卖的还是香港老板呢 是的 仙人这边请 孔子你三人行 方必有我师 事故弟子 不必不施 施不必 不必 施不必咸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如释而已 我终于找到了 净何是你的教学方法 果然是运动有助于开发大脑 定一定同学 我们继续吧 不会吧 继续 孔子曰 玄儿实习之 不亦怨乎 有棚子远方来 不 有棚子远方来 不亦乐乎 那喝口水好吗 去吧 启发给你们做好了 您看得怎么样 看一看 真好看啊 对不起 等一下啊 喂 钟总 是吗 是吗 香港的销售业绩 已经破亿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您放心 北京这块的业绩啊 我会尽快搞上去的 好好好 再见 这动不动就好几亿的买卖 真是 你看 喜欢不喜欢 真好喜欢 颜色也适合我啊 对 你看 这个胸前这个细节 我是用这种圆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还得切个电话 没事 没事 你妈 今天真的是有点忙 就这么着 喂 是 我听说了 钟总刚才来电话了 对 带祝贺 祝贺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改天我请客 好吗 好 再见 真对不起 没事 我这是小事 你看后背 后背这块我有特点 我这把这个西方这个礼服的 这个元素也结合进去了 没关系啊 哪儿不满意 你跟我说我随时可以改 满意 哪儿都满意 满堂你说 像你这样的人才 窝在一个裁缝店里 真是太可惜了 驱财了 喂 老婆 我 我就是一手艺人啊 我这 这靠手艺吃饭 这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 哪儿有 来 没事 没事 那个 秦桃啊 其实我来 对对对 还有件事要告诉你呢 你等着啊 在这儿 你家里的后顾之忧 我帮你解决了 看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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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秦总 你说你 你说你 你这是 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啊 你 不用说 咱俩可是发小 从小一块儿长大 你家里的事就是我的事 再说 现在婉遇也不在 家里有困难 我当然要帮了 什么也不说了 我那个钱一定还 我现在给你打个欠条 马上这样 你看我有一个想法 你看行不行啊 咱们就一工代偿 这钱呢 就算是公司提前给你的 预付工资 我 我不行 我就是裁缝 房地产这一块 我是一窍不通 没关系 咱们不通 咱可以学嘛 你要是同意的话 北京地区的总经理位置 我留给你 怎么样啊 那 那 那行吧 秦总你都说到这份上了 如果我再不接招的话 那我就是不吃台去了 好 那我就等着你 等我回去把店里的事 安排妥当了 我就来投奔你 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端工 事故而已 累自我了 不错呀 全背下来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 看着我干嘛 唯女子 于小人难养也 古文背得不错啊 学会活学活用啊 你也就欺负我中文不好 敢不敢跟我比个英语 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承认我英语口语不好 但是如果你愿意教我 我愿意向你学习 想让我教你啊 叫我一声老师来听听 丁老师 你还真叫啊 你都愿意教我英语口语了 我当然应该叫你老师了 你既然都叫我老师了 那我不再拿出点诚意来 不太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现在 你也太振奋多秒了吧 练英语嘛 得讲究语言环境 北京有好多老外 经常出没的英语脚 你到了那儿啊 你就大大方方地 跟老外练口语吧 他们都很有善的 我保证你不出两个月 你的英语水平会直线上升 真的 英语脚在哪儿啊 你快带我去吧 我也想呀 可是爷爷不让我出门啊 要不 你跟爷爷商量商量 我试试吧 我会让你知难而退啊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我陪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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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哎 阿姨 哎 您看看 您说这个颜色 小白爷爷会喜欢吗 这颜色 只要是你亲手做的 他肯定喜欢 我就觉得也是 哈哈 我回来了 哎 长官就回来了 回来了 快坐 快坐 哎 有什么好事儿啊 今儿这么高兴 哎呦 那必须高兴 快给我弄点水去 我去 哎呀 今天 去秦岚公司没白去 那是开了眼了 那叫一气派 哎 而且人秦岚说了 只要我愿意 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的位置 归我 天哪 嗯 掌柜的 哎 你能不能把这个 北京地区经理位置 让给我呀 您看啊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再 啊啊 不是那意思 我主要呢 是怕您累着 怕您累着啊 对对对对 别给我出去丢人现眼了 我告诉你 你 守好咱家这个店 才是最重要的 嗯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啊 不过您可得在那个 脱贫致富的道路上 快马下 我可撑不了太久啊 看好你啊 非计 别给我洗脑 这招对我不好使 你 你 你真的要去秦岚的公司啊 啊 经过深思熟虑 我决定了 以后咱家这店 就靠你跟袁了 呦 您又做了本价 真假的 你胡说啥呢 什么假证啊 你当你爹造假证了呢 仔细看看 真的真的 真的 他们 怎么会把房本还给你啊 还有人秦总啊 无锡借给我三十多万 先帮我把钱给还上了 局气 这干嘛真局气啊 哈哈 要不人说是做大事的呢 哎 我到了那儿 我一句话都没说 哎 人就知道我干嘛来了 哈哈哈哈 我说你那么积极的 要亲自送过去呢 合着早就琢磨好了呀 不是 那个 我当然得琢磨好了 啊 你看人家那咱那老祖宗 这房子事一直就没放了去 昨天 啊 还跟秦岚说要去找什么律师 那那假房本迟早得出事啊 啊 还好 我这 未雨绸缪 真房本拿回来了 哎呀 我这心里失落一块儿就落地了 哈哈哈哈 掌柜的 您说这个 秦岚阿姨是不是对您有点 想法呀 哈哈 晴儿 你就别整那些花花肠子了 啊 我就告诉你 你秦岚阿姨就算有什么想法 那也是对我这人品有想法 对对对 哈哈 嗯 慧莲同学啊 嗯 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觉得我有必要嘱咐你几句 哈哈 是不是 这个老同学久别重逢吧 这种关系简直是太微妙了 您可得 盯紧点哦 嗯 嗯 晴儿 你还是太嫩 哎 别以为说两句就能破坏我跟你姨的关系 知道吗 嗯 不能够 嗯 别嬉皮笑脸哪 赶紧准备准备跟我回去 把后门 我把方本换回去 你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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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买衣服 买衣服 我不用买衣服 我们还是走吧 嗯 你今儿打完这么寒酸怎么跟老外聊天啊 可是我 我也没钱啊 还是算了吧 我们都去了 又没让你掏 我赞助啊 那可不行 我不能要你的东西 那 从你客室费里扣走行了吧 客室费里扣啊 哎呀 行了行了 就这么定了啊 去试试试 这衣服不行 我穿不了啊 你懂什么 这叫时尚 老外都这么穿 可是这 这穿不出去啊 你还想不想跟国际接轨了 想跟国际接轨 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态度 真的有穿啊 去不去 去啊 去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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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完了 麻雀变凤凰 原来这不是传说呀 行吗 行 特别行 你怎么跑呢 这脚快到了奶奶都该回来了才呆啊 怎么了爸 哎呦我一看着就疼 别动 天呐这这这这这不费地死了吗这个 你们俩干嘛呢 我我爸刚才发现了一只巨大的老鼠 他在背老鼠呢 发现老鼠了 老鼠你妈呀 哎呦你看看 你怎么不小心点啊 没事没事 谢谢谢谢 我自己弄去 没事妈我自己弄去 王姐我活着活着看见那股 上面上这骨头 看点那股 我给你拿药去吧 哎呀你可真适量 哎上那药膏听见没有 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去 看什么也不小心你就真适量 哎呀 这是不是我去放产证吗 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怎么忘了放哪儿去了 我怎么能放这儿啊 不成 我得找个地方藏起来 这里不行 没有锁 哎呀 什么地儿呢 还要看看这行不行 啊 哎呦 哎呦 这就叫偷鸡不成十把米 太形象了 混淘汰 说那些废话 原来房本就 哎 完了 烂奶奶屋了 你说让你干点什么的好 什么都指不上你 什么 哎 您现在去奶奶屋 那不是正好堵枪眼人了吗 好 这样啊 您现在是坐着 我去奶奶屋 打探打探什么情况 等我消息 真是不算万事有余 哎呦 疼了 哎呦 哎 哦对了 混淆 那个 我决定了 我还是去前单公司上班 这也算 走出咱们这个小气包店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啊 行 既然你决定了 我全力支持你 兄弟们 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的家教老师 郝锦绣 先生您点个酒 你能不能别在这儿 当张希望 搞得跟没见过世面一样 哎 可那边 看见没有那三个老外 一会儿啊 你就过去去那儿聊会儿 正宗的英语 专业的老师 那我应该怎么去 跟他们交流啊 你跟他们聊什么都行 聊聊天气啊 心情啊 你好吗 你好吗 好 我马上就去 你着什么急啊 先喝酒 你不喝酒 你不喝酒怎么跟人聊 我不会喝酒 你不会喝酒 你怎么跟人聊天 你知不知道这是最基本的 西方社交礼仪 来来来来 我们先自个儿练着啊 我们先练一轮 别给咱们中国人丢面 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喝呀 赶紧的呀 喝呀 赶紧的呀 喝呀 喝呀 这就对了 来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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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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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浩老师我敬你一杯 可以啊 可以了 可以了 赶紧的呀 别停 干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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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 我的 少点 来 谢谢 谢谢你带我来这 好 来 喝酒 来 黄老师 不行啊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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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哥 你搞什么鬼啊 把好几圈带到哪个英语角去吧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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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必须一次性把好老师解决掉 我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等我胜利的好消息吧 喝酒 这 这是好锦绣 不是吧 一哥 玩得有点太过分了啊 快告诉你们在哪儿 别着急 你 等会儿自然会告诉你 你来把人接走 我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嘿 这 这 喂 丁丁 这么酸的招你也能想得出来 什么男人啊 我先想要走 是她自己要来的 怪不得我 这什么人呢 这 是她的 好心 这 是她的 是她的 对 你也不喜欢她 接下来你有更艰巨的任务 你要去实现 去吧 向老外们去学英语 给我快 快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检验去吧 帮我拿一下书包 去吧 诶 去吧 哈喽 我的名字是豪锦绣 很高兴见你 稳住 稳住 带她来不就是想给她点教训吗 一 二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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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着急干嘛 你家好紧销 跟着丁一丁去三里头儿泡巴了 啊 真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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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诶 你没事吧 你干嘛要拉我出来啊 那就流氓老外 我还没有教训他们呢 就你那两三下 你还想教训别人 你不是说这里的外国人 都很友好的吗 你打扮成这样去勾搭他们 能友好吗 丁一丁 你说 是不是故意看我出丑 让我穿这身衣服 像个小鸟似的 我给你买这么贵的衣服 带你来这儿是想看你出丑 那我刚才为什么要救你啊 对不起啊 是我冲动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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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该误会你 对不起 这个酒喝起来甜甜的 但是后劲还 还挺足的 诶诶诶 诶诶诶 你干 干嘛呢你 诶诶诶 别跟他喝喝 诶诶 诶诶 你干嘛呢 诶诶 诶 大农快点啊 你哪敢打我 你怎么样你 大农哥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我没有喝很多酒 我都喝了一点点 还说你没喝很多酒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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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接她的时候 站住 把话说清楚再走 你把秀诶骗到这儿来 想干啥 我把她骗到你了 你 我告诉你 我带她来学英语的 你信我吗 你胡说八道 学英语你把它喝成这样 我看你小子 你就是别让好心你 杀他 诶诶哥 你真大 我 你误会他了 是我叫他 带我来这儿 学英语口语英语 我的名字是陶金秀 你怎么这时候 还替他说话呢 我 我告诉你 我跟你这种 头脑简单 发达的人 没有办法交流 他是我老师 他是个成年人 我已经完毕归照了 不让 爹爹 喂 什么呀 我还要喝 你 你喝不了的 就你那样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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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 好喝 早上是一个人记忆最好的时候 你每天早上六点 必须早起背一篇古文 如果你背不出来的话 别管我不客气 妈妈妈妈妈妈妈 谁来帮我把他赶走啊 早安 姐夫 怎么样了 还没醒吧 昨晚晚上喝成那样 让他多睡会儿吧 雪儿啊 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说 叫他别再叫那个电影丁了 我跟他说他也不听啊 这事得你自己跟他说 我 我跟他说他这更不听 十 九 八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哎 不学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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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干嘛呢 怎么法术还扔了 老师都没来 我能干嘛呀 哎哟 这秀人一向很准时啊 这不应该啊 你说你也是 不会喝酒还拼命喝 昨天那个酒甜甜的 没想到后劲那么足 你还说呢 要不是我和大农赶到的及时 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危险 能有啥事啊 丁一丁不在吗 你还挺信任丁一丁的 我跟你说吧 丁一丁昨天晚上 就是故意摆明了要刁难你 怎么可能啊 他要刁难我 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 秀 你还是别去叫丁一丁了 为什么呀 之前是你让我叫丁一丁的 现在怎么不用我叫他了 不是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什么意思啊 你不觉得丁爷爷对你的好 已经远远超出对一个家教的好了吗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行 那我今天就跟你说明白 小白爷爷想让你做他的孙媳妇 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怎么可能啊 丁爷爷确实是对我挺好的 可是他绝对不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 我和丁一丁 是 不可能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了 丁爷爷想收你做他的关门弟子 不惜牺牲他亲孙子一辈子的幸福 听明白了吗 你听谁说的 丁一丁亲口告诉我的 他想拆散我们 撮合你和丁一丁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我发现你这么多年书都白学了吧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喂 丁爷爷 我今天可能没法给丁一丁上课了 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不用 不用 不用你过来 我已经吃过药了 没事的 好好好 你好好地养病啊 好 再见 怎么了 爷爷 你还问我怎么了 我还想问你怎么了呢 你告诉我 昨天晚上你带他 到底去干什么了 昨天晚上我就带他去英语角 练口语了 我估计他是昨天晚上太激动了 起不来了 古连接生意 玩玩玩玩玩 你就知道玩手机 玩 我刚才跟你说那些规矩 你都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你看看 记住给我重回呗 重回呗 我就知道你没记住 你看看你爹啊 在店里干活的时候 什么时候玩我手机 那您没玩手机 也没见咱店好呀 行 臭丫头 哎 踏踏实实玩啊 我倒要看看这三个月 你能把咱店玩成什么花样来 那花样可多了去了 那没准三月之后 这分店都无数了呢 就是这么自信 你吹吧你还分店啊 你们两个 别吵了 杨卫人听见多难看啊 不是 伟连 哎 你说说 你说我把这么好一个店 我怎么放心交给这个臭丫头手里头啊 那 你要是不放心 那你要是不放心 你就别去别人那上班了呗 那 那 那不合适吧 陈家秦总盛情邀请 我也都答应了 不去 不 不太合适 是 笑什么笑 把手机放开 算账 行了 你说这 职场金融是不是都是 都是这份啊 我觉得是吧 是吧 你怎么样了 哎呀 我没事了 真的没事了 没事就好 那我这一去上班的店里 你就得多操心了啊 原来这孩子支不上 没事你你 你多刺刺了 我干嘛要刺人家呀 我怎么看原来都觉得好 你多好就好 哎呦 哎呀不行我这孩子 这这不适应 看心里还有点小紧张 我也有点紧张 是吧 哎 你是不是把这个带着 就能好点 就不那么紧张啊 哎 我要是特紧张的时候 我要偷门拿出来 我也自己比伙比伙 是吧 对 对 这好 这好 你包吧 对 这这好 这这好 再包了 哎呀 哎呀 掌柜的 你怎么还在家呀 哎呦呗 不是 今儿不是第一天把店交给你 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去开张啊 这不是第一天上班吗 我不得给自己好好捣吃捣吃啊 就你理由 哎 不过您这个 今儿这打扮的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要出道啊 还是街头卖艺啊 瞎叨叨 今天是你爸东山再起的大日子 怎么也得捣吃捣吃 哎 怎么样 有没有点那个 那个 金银白领的感觉 并没有 还白领 这感觉穿得有点 弄 这样 回屋 我重新给你捣吃捣吃 走走走 黄领带配一个这个格子的 护浅 他怪不得 每个人的水 去加揶 随着 最后 整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